脆粒又入味,仔细掌握好凉点 这样做酸辣开胃,越嚼越香 喜欢的朋友你也试试吧 首先把毛豆倒入水中,放一勺盐浸泡五分钟 然后搓洗几遍 洗好全部装进碗里,用剪刀剪气两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毛豆能更好的入味 接下来切点蒜末 再切点小米椒跟蒜末放在一起 倒上一勺热油鸡花蒜的香味 再放入适量的盐,白糖,香醋 再放点生抽,香油 这样我们的蜜汁就调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鬼水中放入一点花椒,桂皮,八角,香叶 煮几分钟香味出来后捞出 这时把毛豆倒进锅里 关键来了,放入比炒再多一点的盐 淋上几滴食用油 这就是毛豆入味和催泪的关键 不用盖锅盖,煮十分钟左右即可 然后捞出来,过一下凉开水 沥干水分后,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放入冰箱冷藏一下更入味 把它装盘 这样做酸辣开胃,豆子鲜嫩入味,非常的香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兰子,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明天